好 另一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为 这个再来连续两个礼拜 华为这种Mate 60 Pro 这种雷蒙多之后 就一直是焦点所在 那9月4号呢 华为在这个沙特 它这个整个会议叫做 2023华为云沙特峰会 在这个利亚德开幕 你看到一字排开 有没有 利亚德节点正式开服了 会成为华为云端服务 中东 中亚 还有非洲的一个核心节点 其中包括哪些呢 包括基础设施 资料库 还有这个大数据AI等等 有没有 好 另一头我们看到 他现场参加的最高沙特的层级 是通信跟信息技术部的副部长 那华为的说话 华为的是高级副总裁 这个易祥 那这位副部长说 华为一直以来就帮助沙特技术进步 是让人骄傲的合作伙伴 怎么个帮助法呢 这位华为的副总裁也说 华为在沙特已经生根20多年了 是沙特数字化的见证者 重要的贡献者 同时也是受益者 这话讲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有各方面的分析 沙特在 沙特在建这个打造沙特境内 这个5G的时候 选择采用了华为5G的设备跟技术 同时跟华为展开了非常深层的合作 那当然这个合作我们看到 有一个就是不希望被美国监听 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 深层的合作 那当然这个合作我们看到 有一个就是不希望被美国监听 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在 那在此同时呢 这个任正非最近 因为跟这个孟晚舟 两个人妇女两个人的 所有的谈话都被找出来 这一篇也很近 他是跟这个南开大学 这个院长进行对话的时候 他讲了一大堆谈话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之前任正非上一篇不就讲吗 他说要以这个苹果为师 苹果是华为的老师 这句话说实话 很多人帮他按个赞 觉得话讲得真的是很大气 那他这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的产品如果不够先进 不会拿出来卖 卖不了高价 我就养不活队伍 所以重点是什么 其实大白话 他讲话真的是非常接地气 意思就是说 东西一定要是最好的 最好的才能够卖最高价 才能够支撑我的人才 对不对 要用高薪去找人才 所以这都是联动的 然后呢他比较罕见的 谈到了美国的制裁跟打压 但你看人真非这个人 真的是正能量 正能量对不对 华为会越来越困难 他对华为的未来 一点都不乐观 会越来越困难 但是会越来越兴盛 不乐观 但是非常有自信 然后他说美国的先进文化 还是要学的啦 从来没有说要打倒美国 这是很典型的中道思维 中国人的中道思维有没有 然后他劝大家年轻人啊 不学这个英文的话 农村的孩子永远是农民 要跟全世界对接 那他说他的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名牌大学啊 然后我让这个亮哥来看一下啊 有这样的一个创办人 你看到这个华为云在沙特啊 街上了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是 他向全世界保持开放 其实这样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被打压最惨啊 那我觉得他本来就贫股出身啊 那选择最困难的一个科技就是通讯 通讯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行业啊 那我们也看到他 在中国好不容易 针对那个外资的竞争啊 那慢慢在中国崛起吧 那接下来他就要把力量往外拓 那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啊 那我们就看到他有一点 跟毛泽东有点像啊 就农村包围城市啊 他就从相对落后的国家开始 可是因为他的对手 基本上几乎都是西方的公司啊 那西方的公司 坦白说啦 他东西又贵 然后维修又很不情愿 因为有一些地方真的很落后 很偏远 那华为的工程师真的是上山下海 说实在话 尤其是非洲啦 有很多地方 根本西方国家大概一年来一次了 那他们在当地有注点 可是我觉得他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 一直都很清醒 知道自己发展到哪里 然后知道他还有 要援引这个外界值得学习的对象 然后他不会把门关起来 他讲过一句话 事实上 他说不只是以苹果为师啊 有人他还讲过一句更直接的话 他说如果中国政府要禁苹果 我第一个反对 而且还有好几次入关的时候 让人家看到 他有苹果的iPad 也有手机这样 我觉得他就是在观察对手的商品 然后坦白说我认为他有 他的对手已经不是苹果了啦 说实在啦 事实上孟晚舟9月20号的演讲 你已经看出他那个 对未来科技的想象的蓝图 对 对手已经不是苹果了 他那个几乎就是 未来的智能时代 他现在他前面的口号叫 All Cloud嘛 对对 都要上云端嘛 现在叫All Intelligence 对不对 都要智能化 对 那是要比赛这个算力 就是计算能力 他讲算力 他爸爸也有讲到算力 对对 那事实上他就在拼什么 就在拼说 我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 还有手机的晶片 方方面面我都要靠这个 最底层的那个算力来支撑 所以他会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很难想象 你说苹果大家就是做手机 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的 万物互联的平台 如果用一句话讲 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他要做万物互联的平台 然后让百工百业都联起来 这个是不得了的雄心 我说实在 他的雄心远远超过苹果 苹果实际上只是要做 人类的生活形态 对 苹果只是要做视听娱乐平台而已 他最近已经做到苹果TV去了 已经在做电影了 对不对 华为不是 他要让整个社会建立一个数据化 跟智能化的一个环境 小到什么手机汽车 大到5G的建设云端等等 全包 就是从个人到汽车 到你家庭 到产业 然后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大型的建设 通通都串在一起 他要做的是这个东西 那未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未来一定会有很多那个 物联网的那个感知器 那种 可能中华大陆就到处都是 那未来 比如说那个我们随便讲一个 比如它那个新散连结 为什么他要讲究 这个不能够有延误 光是这个技术就会联动到 比如说自动驾驶 因为自动车 你大概慢一毫秒就发生车祸了 路况瞬息万变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可以连接4000个接点 那就是假设 整个未来也会有这个智慧的交通系统 然后智慧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讯息都会接到 它这个整个体系上面 所以我觉得 你看它那个9月25号的那个发布会 事实上你就会看到 你就很难说它是手机公司 说实在 它也有专属的耳机 要线FreeBuds 那它的问界的M7也出来了 那我认为未来也会进入笔电 让你这个所有的平台 都可以连在一起 对 这是一家没有办法定位的公司 因为目前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公司 华为力量加上中国力量 加成会有什么样的效应 我们看到任正非他讲说 华为会越来越困难 但是中国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所以中国的朋友圈是不是就是华为的市场 比方说像沙特 哪个国家不想要5G 不想要不被美国监听 它的困难指的是 被这个欧美国家制裁的这个科技环境 那可是呢 它有中国庞大的市场 那有中国大陆现在在外面所建立的各个会接受华为来建制的一些国家嘛 那事实上中东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他们有钱啊 是阿联酋是做得更彻底 阿联酋还要成立那个数据人民币的中心 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用华为 当时美国去威胁阿联酋啊 说你如果继续用华为我F345就不卖你 那阿联酋说那你就不要卖我嘛 他后来跑去跟法国买那个飙风战机 为什么他一定要用华为 因为他知道他要跟中国的数位化的货币连线啊 你不可能不用中国的电信嘛 不然岂不是都被美国监看 不可能嘛 所以阿联酋是跟华为合作走最远的 可是他国家比较小 那现在轮到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这个跟华为会 迸出什么样的火花这难以想象 因为这个小沙烏曼是非常赶的人啊 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那华为在未来那个红海的未来城啊 我认为会扮演蛮大的角色 那个未来城他的预算是5000亿美元啊 这个大概没有办法想象有这样的城市 5000亿美元 你去想一想 埃及的开罗要盖个新首都 预算才500亿啊 他这个是5000亿美元 据我了解有很多会是华为盖的 包括他的除人系统 绿电的一些联网的设备 那未来通信一定也是华为盖的 那听说你找不到计程车啦 因为都在天上 那未来都是飞天摩托车 这个希望到时候还可以走得动到那边玩一玩 所以那个叙利亚总统应该也会拿到一部MAT60 Pro 叙利亚的问题是内战 说实在 因为他的内战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结束 那美国的力量就一直在 因为美国支持反对派嘛 现在不想被暗杀都赶快去买这个华为手机嘛 那最近网上很好笑 华为前两天还郑重辟谣有没有 所以因为网上都在传 尤其大陆传的很广 说什么沙特又跟华为买了什么一千万部的手机 阿联酋跟他买了 他没有那么多人啊拜托 对就是 其实因为是好消息嘛 大家就信以为真 然后华为还很认真的出来辟谣 虽然是好消息 谢谢大家 但没有这回事 没这回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领悟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是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讯息 主要的植物 是国益生菌 权光量的维持